韩国总统府周四表示 韩国、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将于下周在首尔举行自四年多以来的首次三篇会谈 讨论如何恢复合作 自2008年首次举行三篇峰会以来 三国领导人本应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 但由于新冠疫情和亚洲邻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2019年12月在中国举行的上一次峰会以来 峰会一直被暂停 韩国副国家安全局局长金泰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韩国总统以系列中国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间的三篇会谈将于下周一在首尔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 李强和岸田定于周日抵达韩国 并在晚宴前单独于韩国总统以系列会面 日本官员表示岸田和李强之间的双篇会晤仍未确定 金泰孝说这次峰会将会成为韩、中、日三国全面恢复和正常化三方合作体系的转折点 金泰孝表示三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六个议题的合作 人员交流、气候变化、贸易、卫生和人口老龄化、技术和灾害 他说这些讨论将包含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金泰孝表示三国领导人还将讨论未指定的地区和国际政治问题 以及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多重危机并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 日本内阁管防长关林方正表示 三国领导人对地区和和平与繁荣负有共同责任 因此他们的会晤对整个地区都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